三藩市美亚医疗集团 拥有超过170位华人专科医生和会员服务团队 用你最熟悉的语言 为你提供贴心周到的医疗服务 免费登记成为我们的会员了 美亚医疗 你的健康良伴 另外呢 洗澡 洗澡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让你跟小孩有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他需要很信靠你 还做一些他以前没做过的东西 就是洗澡 洗澡呢 人家说 三藩市天气比较冷 所以你们必须要把所有东西都摆 摆在台上 以免小孩可能着凉了 所以必须要再捡 肥皂 毛巾 干净的衣服 尿片 都摆在旁边 然后呢 如果冷的地方 必须要把这个房间 用暖气调暖了 然后才让小孩进去洗澡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我在医院看见 有一些家长呢 就是 留在内阁 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水很热 就被小孩烫倒了 就 那个小孩就进了医院 就是 这些呢 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避免呢 就是 你必须要 把雨水放在那个盆里面 所以呢 先用手 用这个手中呢 去验一验那个温度 如果太热的话 就调一些冷水 不要马上的把它 放在那个热水里面 给烫了 因为有时候太热呢 它皮会红啊 或者脱皮啊 就是非常不好 最佳的温度呢 最佳的温度呢 最佳的温度在 37到38C 就是最佳温度 太热也不好 太热就皮肤可以干 小孩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建议先洗个头 这个呢 先把它就是洗了 就把它那个衣服啊 跟医药片啊 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呢 就用那个毛巾把它裹住 然后再洗这个头 这个是 这个是医院里面 应该都是教的 但是我知道 有些人说 洗了头 是不是会冷着呢 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它那个 你会把它包干 包纸 把它擦干这个头呢 其实是ok的 它不会冷 如果你觉得 另外一个方法会交好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一般都是降胶的 然后呢 就是 用 那个头呢 就是 很多时候都没有它说头发 然后呢 你就用一点点的 肥皂呢 就按摩式的 按摩式的 这样子 按摩式的 把它 就有这个旋转的方法 就把它就洗洗这个头 然后呢 就把毛巾呢 把它擦干这个头就好了 擦干完呢 然后你就 啊 啊 就把这个 它的身体呢 就 就先放在水里面 好 你的头还是有点湿 但是 但是ok的 然后呢 就然后呢 就用这点肥皂呢 放在它的身体里面 这样子清除它 或者特别就是 啊 特别要清除什么 清理什么 清理 它那个 呃 那个 这个 呃 呃 这个 呃 这个 呃 身体跟大腿之间的 那些 呃 肥皂的地方 因为这些 都是汗 很多 这个颈啊 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 需要把这个 呃 那些 啊 汗水啊 就洗掉 这样子 然后呢 嗯 就然后马上就把这个 啊 毛巾呢 把它擦干就好了 啊 我跟医生啊 有相当过的时候 有些 啊 家长就很怕 他太湿 就马上把大毛巾呢 把它啊 抱住 然后把所有的水 吸得很干 但是太干的时候 也不好 就不是不需要湿 但是也不要太干 太干了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 小孩的身体 所以就要 不是很很湿 就好了 就不要 不要 太干燥了 也会影响小孩的 身体 哈 就是 就把多余的水分 从身体里面擦干就好了 然后呢 就是马上的 啊 带上这个 尿布跟衣服 啊 然后呢 啊 穿上衣服呢 然后才 才帮他擦这个眼睛 因为这样子 他就不容易阻凉 有关其他健康主题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美亚医疗集团健康教育网站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赞同订阅我们的频道 要获取更多视频 حت